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树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座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右手》 《右手》做金刚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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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鸭嘴的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 可以说压住这个右臂 从左臂孔当中出三次鸽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视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全部往外拍出 这样就是拍三次鸽 双速度做金刚拳 压在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出三次鸽气 出三次鸽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视以来 以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 往外拍出 这样就是拍三次鸽 就开始念的 修母法 还有这个燕齐舟 你知乎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 融入你的这个信 获得这种将册 音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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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己的这个前面 在这个上面 虚空当中 就大概一尺高的地方 应该这个 前半这个莲花上面 就是这个四字宝座上 将自己的这个上师呢 就是观像 在这个上师面前的话呢 你就这个一心一意的 开始祈祷 就心里面像 就是 就是释放诸佛菩萨的 这回重体啊 根本上师如意宝 您一定要垂念我 加持我 让我的这个心 融入佛法 让我的这个修行佛法呢 就是圆满成果 所有的迷乱分别性呢 就是全部遣除 获得这个无上的证悟 这些境界呢 像上师你一样 就一定要 在我的这个相续道中呢 让这个升起来 然后呢 就是 就是无比的这个恭敬心呢 就是一直这样祈祷 要求就是念那个上师的这个祈祷文啊 一般来讲 念二十亿遍 你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心来合掌 前面就是观像上师 在他面前一直这样念 在他面前一样的 在他面前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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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把你当作造就死亡的人一样 据很多人都这样说 哦 我们这里的什么什么修行人已经离开家里十几年了 不知道现在他死了还是活着 所以在他们心里没有地位 心里没有地位的话 当他死的时候旁边的人也不会有人哭的 所以在死亡以后也好 当时他死的时候就根本不会有人遇此痛苦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而且他说 如果我死在这个山洞里面的话 里面是没有血迹 外面是没有人的脚印 心里非常快乐 等等讲了很多的这种山里的这种景象 既定地方的确也是 如果我们有些人死在哪里的话 当时的这种状况应该说是很吉祥的 没有其他的干扰的话 那么你的修行也会圆满成功的 一万 Movie 栏目 再得到一剧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么他这里呢 住在这样的寂静山里面 如果死亡的话呢 他的这个四周呢 根本不会有任何人呢 哭着啊 然后喊着啊 叫着啊 这种情况是没有的 其实人临死的时候呢 如果有些人呢 就是旁边一直哭啊 一直伤心啊 那这样的话呢 还是对这个亡者来说啊 就有一定的印象啊 但如果住在这个修行寂静的地方 人这个死了的话呢 就是没有这个亲朋好友的这种忧伤交哭 也没有呢 就是怨恨的敌人来当时呢 如果你的这个怨恨的敌人 关系不好的人 或者是自己有些人呢 为了争夺自己的财产 而前面就是出现的话呢 那就是心里面就是 一定会是产生一些这个嗔恨心 以这个嗔恨心呢 就是最后这个王者呢 也会堕入这个恶趣当中去的 所以呢 就是不应该这样的 在那样的这个清净的环境当中呢 虽然这个佛陀 临死的时候自己呢 就想啊 现在我这个一生呢 就是已经完结了 就是现在什么事情都是没有了 只有呢 就是一心一意地想佛的话 那么就是 这就是我这个众生当中是最有这个意义的 当然这个同时呢 就是虽然法 虽然这个僧众啊 还有呢 就是在有些讲义里面所讲的 这个虽然就是菩提心啊 就是虽然这个三宝菩提心 那么以这个为你呢 就是一定会是能这个往生的 就是因为当时呢 就是没有这个其他人的这种善乱 然后心呢 就是很能专注 在这样的这个状态当中的话呢 就是 都会这个就是清净往生的 尤其是在死亡的内衣这个刹那当中啊 虽然佛的话呢 那么这个功德呢 非常大的 而且呢 就是这种人是一定会是能这个往生的 就是佛陀在这个宝灯经吧 就是《宝灯经》当中呢 也是说过就是说是 宁终遂念佛 只想佛陀想 赞颂归意界 此人祸福光 就是如果这个宁终的时候呢 就是自己想着这个佛陀啊 或者是看着这个佛想 就是归意啊 就是赞颂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人一定会是获得这个佛的这个加持啊 就是最后呢 就是不会堕入这个恶趣当中就是 所以呢 我们这个修持这个善法的时候呢 就是一定要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信力啊 就是信力啊 那这个死亡的时候呢 就是能忆念佛的话呢 是一定会是往生的就是 《律藏》当中吧 就是《律藏》当中也是这样说的就是 恒辞清净戒 精进修行者 临终无有处 如祸中解脱 这是佛陀在这个《悲解脱经》当中已经讲的 我们这个 尤其是众生当中清净戒律的时候 自己也是精进的这个修持往生法的话呢 那么就是在这个临终的时候呢 就是不会有 就像一个祸康里面呢 就是获得这个解脱一样 那种人呢 就是死亡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迹象 我们现在世间当中呢 真的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人呢 就是非常多的 佛陀在《《律藏经》当中呢 也已经说了 就是说是一旦呢 就是受到这种病危的时候啊 或者呢 就是遭受这个死亡的这个痛苦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政治正念没有这个涉及 一心一意地忆念佛的话呢 那么这个痛苦呢 不会就是 堕着我们的这个兴绪 意思就是说 再怎么样这个病苦 再怎么样这个临终的话呢 只要我们一心向佛呢 那么所有的这个痛苦呢 就是会这个 消失这个无欲的 那这样的病毒也好呢就会呗一一点 就会找到这种病毒啊 也不能说吗 也不能说如果我们立民众给你们说 可以找到这种病毒也就会知道 就会找到医疗一代的病毒 我们下启的 最下启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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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一点也做不到的话 那么居住在一些清净的一些寺院 金刚道友全部是信佛教的 没有写着写见的 以前在这些高僧大德们 有些在树下一个人探索 在当地也是许许多多的像喜马拉雅山 无光尊哉的一些山与青坡那些 有些在树下 有些在山洞里 有些在掩石下 但这样一分当中获得成就的 因此大致大悲的佛陀在《三摩地望经》当中 也是说了 说是远离诸城沟一只寂静灵 如同犀牛主 苏是得灯尺 这样讲的 所以真正的修行人 远离一切世间的 亲朋好友 都市的前年等等一切 让自己一个人到一个寂静的地方 就像是犀牛一样的 犀牛在寂静的山里当中自来自去 这样很快的时间当中获得灯磁 获得成就 可是我们并不是这样的 每天处于在非常患张的城市当中 人群当中 然后全是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当中 那怎么很快的时间当中获得灯磁呢 就很多人说 我为什么是现在修不修不成啊 心很乱啊 心肯定很乱 你的这个环境 你的这种分别念 你的外境的各种各样的条件 你如果没有这个去开的话 肯定就是修行很难成就的 也认为今天有更多的活用 对这条件争力 是新冠状态的人 是新冠状态的 那种衣服的交易 我们还能一个人在冥鞋 是新冠状态的人 对这个人的问候 没有什么 也是新冠状态的 不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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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里面都讲了 就是我们到了一些寂静的地方的时候呢 就是不应该就是有一些这个溃恼 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散乱就是 应该自己想到就是寂静地方呢 跟这个蒙叔和跟其他的这个众生呢有所不同而行持 否则的话呢就是自己的修行不成功的 那么这里呢自己尽量地将自己的对亲朋好友也好 对这个世间的各种杂念贪执呢就是断除 然后一心一意地这个专注一心一意地专注什么样的内容呢 就是要这个高僧大德按照这个无主菩萨等一些高僧大德的教言呢 就是要一心一意地修持这个菩提心啊就是菩提心 我想的是我就是发了这个菩提心要利益这个众生 就像是禅宗当中的有些这个华图的话呢 就是他这个行住作物里面呢就是都要这样这个精进的观想 精进的观想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自己也是获得这个成就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这个发心呢就是不管是你坐车也好 或者说是你这个上班下班就是在任何一个世间当中呢 啊我是已经发了菩提心的我要这个帮助众生了 就一直要面临自己一直呢就是要劝勤自己 如果这样的话呢就逐渐逐渐这个自己的行为也会变好的 如果你或者我还能说在任何一个人都没见到 我就能做到这一 Concept שה身形是这样的 我现在来的观想啊是在联益那里的 就能一切觉得难道耶 不可思认 那因为我想你发生的一心 都没有不会胜想起来 我来的观看 那可是没有你看 我现在就能吃到你 为什么 马上再吃到你 我现在的时候都没有 那就是我把这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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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这个广说当中 就是讲那个 就是妙语这个身体的厌范 就是将这个 果和本体和硬 三个方面来进行观察 就是首先是观察过啊 显示既来世 诸语因灾祸 今生堪杀佛来世入地狱 那么我们这个 就是贪欲的这个过犯呢 就是相当可怕的 如果有了这个贪欲呢 对这个今世 来世呢 就是都引起一些这个灾祸 就是都这个痛苦的 那么今生当中呢 就是受到了这个兵器的这种 看杀啊 就是短隔啊 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痛苦 来世呢 就是这些一定会是堕入这个地狱当中啊 就是堕入地狱当中啊 所以这个 就是在这个本事传里面呢 也是已经讲了 就是贪欲呢 就是入这个城市 然后那个毁坏就是今来世 智者不应义啊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所谓的这个贪欲呢 就是其实这个坏坏我们的这个精神 也是这个坏坏这个来世 所有的这些这个痛苦呢 就是贪欲败来的 就是最后呢 就是造成这个精神来世的一切这个痛苦 而佛陀在这个其他经里面呢 也说了就是 所谓的这个贪欲 就是造成我们的这个堪格 啊 堪土啊 瓦颜啊 以及呢 就是断除这个手脚就是等等 那么就是贪欲呢 就是对这些众生今生当中 就是也受苦 而来世呢 就是堕入地狱 旁生 饿鬼等等 所以我们在这个 有贪子 有芝麻虚的这种贪欲呢 也带来就是 如山王般的这个痛苦 你知道我说我一通过 就是在这个客楼里面 就是要贪欲的 生活的贪欲呢 就是要贪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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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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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当中我们修行当中最可怕的最大的违缘就是贪欲 然后依靠贪欲毁坏自他的现象自古以来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那么应该自己也是经常祈祷 有些是出家人的话 就是经常祈祷上师三宝 就是自己的戒律永远就是三十三宗 然后一些在家人的话 也是受持一些清净的戒律 然后尽量的自主少益 就是对财物也好 对世间的人和人都不应该有任何贪执 有了贪执的话 真的以前萨拉哈巴所说的那样 就是少少的贪执 对我们今生来世带来非常大的这种痛苦 其实人没有贪欲的话 那么生活过得很快乐的 不仅是我们人 包括牦牛在内很多的旁生 也是因为贪欲而造了更多的这种痛苦 这种痛苦是一直连续不断的 所以我们现在遇到佛法的时候 最好的一种断除贪欲的方法 实际上是不执着对境 不管是你对人也好 对财物也好 对名声也好 对什么的这种外境 不要有太大的执着 应该看得淡 看得破 就这样自相续当中的心 自然而然会沉浸 就像我们这个水 放在哪里的话 那么里面的沉着部分 自然而然就没有了 那么你在寂静地方 心就是放下来 对外境的各种贪婪 这种贪婪慢慢放下的话 最后自己的心的本来面目 很容易出现的 是 XXX 你就会然后在阻挤着 还有这种会合到房子的 其实说没想到 对你吧 没什么想到 我知道 我想不想太多了 那么我现在的原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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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